讲入三角形ABC当中 B平方减A平方等于根号2BC减C平方 是求角A的度数 那我要求角A的度数 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就是 A平方等于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一个嘛 那他给我的这个条件 我可不可以画成这样 来试试看 好来 A平方要是正的 所以我把它单独丢到等号的右边去 他就变成正的 然后剩下的B平方 好来C平方搬加 然后这个呢 减根号2BC 跟我们常记得的公式是不是很像 差别在哪里 这一段 所以我只要这两个 相等就可以了 所以2BC cosA 就会等于根号2BC BC不管它 所以cosA就等于2分之根号2 其实呢就是根号2分之1 很清楚我们就知道角A是几度 根号2就是45度的系列啦 所以呢 角A就是45度